大家好,我是蓝铁 今天教大家三步养好观音竹 我们收到观音竹以后 是不是这样的状态 这样的状态以后 回家以后把这个玻璃杯放到那 另外把这个塑料杯给它去掉 把这个玻璃杯当中给它续上水 水位也不要太高 多高呢 大约在十公分 漫过这个根部就可以了 给它加水的时候不要太高 就大约就是十公分 最好才用凉拌开 蒸好了水 把这个跟上去 这个杯子下边的塑料 这个不要去掉 就直接给它放上 这个是固定形状的 如果你把这个去掉以后 它的形状都散了 这样的形状放进去 它的形状比较漂亮 你们可以看一下 是不是这样的形状非常漂亮 好了 咱水洗完了 成了这样一个状态 我们这个怎么放 放到哪 放到我们明亮的客厅 或者半阴半的阳台 不用见大太阳 散光养殖就可以 放到窗户棍上 电视棍上 餐桌上 茶几上 花架上 都可以养殖 这个不太重要啊 不需要阳光直射 散光养护 好了 接下来就是开始怎么养护了 我们在养护的过程中啊 不需要老给它换水 什么水少了 你看这个水光吧 什么时候蒸发 蒸发到这个阶段 这个根部接受不到水分了 这个时候你及时的给它补上水分 就行了啊 最好才用凉白开 因为凉白开和它里边的水温接近 不会容易刺激它 后期它不会烂根黄影 知道吗 另外还要给它使肥 我们每个十天半个月 给它准时的给它及时补充营养 因为啊 就像人 广车水是不行的啊 要及时的补充营养 所以说花也是一样 即时的不重要 我们用啥肥啊 就用我们家的 哎 安基酸盐液就可以了 这个安基酸盐液 使用也非常方便啊 只需要用0.5毫升 得从里边抽 这一点 0.5毫升 就这一点 是0.5毫升 堆这一斤水 堆进去就行了啊 堆进去以后啊 我们干上个儿 堆好水以后啊 我们干上个儿 给它就这样喷洒 页面喷洒 每隔10天半来月 试一次 页面喷洒肥 另外呢 再往这儿 给它喷喷 哎 即使到往这儿 撒一点就行了 就这么简单 做到了这三步 保证我们家的 观影竹长得又绿又旺又壮 好友们 学会了吗 最后呢 别忘了点赞上方的小红青 再加个免费的关注 关注蓝姐 养花不迷路